大家好 今天我们去转转 焦江海门老城 这是当地特色小吃 姜汁核桃调蛋 泰州焦江 过去叫海门卫 建云明洪武初年 最初是一座军事城堡 用来防御倭寇 明清大部分时间里 这里都是军事要塞 只有少量居民居住 当时泰州府 设在临海县 海门卫隶属于黄岩县 清代开海禁以后 海门卫人口逐渐增加 光绪年间 随着海门开普通商 这里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现在已成为 泰州主城区 海门卫一山而建 设有五座城门 外边由湖城河环绕 城里也曾连通五条河流 水路发达 城里街巷格局为五纵三横 现在基本保存万整 保存有清代院落十多处 这里大部分民居 外里面装饰都有明显的西洋风格 海门卫城 现在也叫奇迹光祠 当年奇迹光带领七家军转战 台州 九战九劫 取得了抗窝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当地百姓 当地百姓为了纪念奇迹光的抗窝功绩 在城隍庙里建了七公祠 永奉香火 海门卫城 现在大部分城墙和城门都拆掉了 仅在东山上保留了一座燕青门 门外有吊桥 山上修复了一段城墙 对面可以看到海门双塔 即使在现在 依然可以看出海门为选要的位置 城门洞里这些大爷正在制作大鼠船 就是海门一带特有的民俗活动 在大鼠那天 要把贡品送到海上去供奉五圣